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022年的10月4号 也就是9月初九重阳节 也就是我们大马华人 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九皇爷 九皇大帝 今天的生日 欢迎大家回到虎啸人生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所以今天重阳节 所以我们家家产 今天真的是被气死了 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 我不是做过一个挑战 讲水灾要大损吗 对不对 那当时我就讲说 这个9月初九这一天 你能够过先 9月初九这一天 你能够过先 如果9月初九你平安无事 你过得了这一关的话呢 你才来讲大损 结果呢 结果呢 9月初九九王爷这一关 失败不能够过 嘎嘎 水淹到那里 就淹到我家前面 就在我家外面 我没有出去嘛 但是我看到报纸 我家外面的马路淹成这个样子 我家附近那边淹成这个样子 哎呦 要知道我们喀蹦巴路啊 十年不淹一次水了 这次喀蹦巴路啊 刚才下一个雨啊 都淹成这么夸张啊 上报纸啊 上头条啊 这不只是我们这个喀蹦巴路淹水啊 这个在我们整个水龙地区呢 很多地方呢 哇大大小小的淹水都有啊 那马路上都是水啊 所以呢 啊 什么叫做水灾可以大胜 啊 所以没办法 拉费基讲的就是对的 拉费基昨天就讲了 大马呢 就是蠢人 蠢人治国 治了几十年了 啊 是真的很蠢啊 已经没有用 大家没有其他文字可以形容了 就是蠢就是蠢 啊 因为他不明白的 知道吗 那他昨天还要在那边讲吗 他说我还要回去那个Purkan的损区呢 去看我的损名 啊 不只是说 我还可以回到国会去开会 啊 拉费啊 他不只是申请说他可以回去国会开会 知道吗 他还要回到Purkan的损区啊 啊 哎哈喽你在坐牢懂吗 你懂什么叫做坐牢吗 我看他不明白什么叫做坐牢 啊 哎 关键牢啊 你摆楼摆 你关键牢懂吗 什么叫关键牢 我看他不明白 没办法蠢人 不明白 所以难怪啊 所以难怪他看到钱他就吃 你看他讲汤汤 打发汗了 都不明白什么叫汤汤 啊有钱不是吃咯 有钱不是拿咯 啊 啊 他不明白什么叫汤汤 啊 啊 看到钱又会拿哦 啊 啊 啊 坐牢他不明白这个叫坐牢哦 所以你跟他们讲水灾淹水 啊 不能够损嘴 他不明白 啊 啊 他不知道啊 啊 等到淹到他自己之后呢 他才渐渐的明白罢了啊 好 来我们看一下那个新闻啊 拉菲基讲呢 蠢人可以执政大马这么久呢 就是因为呢 有更蠢的人在支持他嘛 啊 所以呢 真的有很多很笨的人啊 到现在还会支持 他还会讲说 不会啦 物统讲不会大损就不会大损 不会水灾就不会水灾啦 啊 啊 物统比擅长还厉害 我跟你讲啊 在他们心目中真的是 真的是 头脑啊 给人家洗到啊 啊 不知道哪个什么漂白洗到啊 那个头脑真的是摆啊 摆到就不能够摆啊 啊 啊 所以他其实昨天晚上呢 就不太顶了知道吗 那么今天9月初九 9月初九一定下雨的嘛 九王爷一出去了 啊 一定下雨的 啊 这个大家知道 传统上呢 我们华人都知道 所以呢今天呢 就 这样子的九王爷过后 哗啦 我也吓到 啊 吓死人了 我家前面了 啊 看到报纸我才知道啊 啊 哇 淹到我家前面了咯 啊 再过不久之后呢 啊可能有一天呢 哎呦 我哭笑人生呢 我是灾民了 我是水灾灾民了啊 啊 到时候我真的要在 水灾当中呢 哎 我现场去拍啊 我淹到一半给你们看啊 啊 啊 到时候啊 当然不希望会发生 不 不是发生不发生的问题 而是呢 它已经 发生了 现在是看老天爷什么时候要下雨罢了 啊 因为东西呢 它真的是 坏掉了 啊 不行了就是不行了 啊你看 狂风暴雨雪那么多 你看很多马路都 这样子 全部变成这样子了 啊 都很多道路上大塞车 到处闪电水灾 水灾到 啊 这么严重 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么讲解这个水灾的东西 大家 大家 你们的那个 车的保险啊 已经去renew了没有啊 已经去renew了没有 刚刚好我是10月 我一辆车10月 一辆车11月 刚刚好这次renew呢 我讲说要买水灾线 嗯 所以最终它算我39块 大概40块 40块 吧了啊 因为你车给水淹掉的话呢 修理到来呢 30千 啊 最严重修理上10千 啊 少少呢都是1万到2万啊 3万 淹到完3万 啊 那么你给39块的水灾线呢 这个 这个上10千你不用给 保险公司给你付到完 啊 所以记得记得 一定一定要加那个水灾线啊 这个40块呢就给他了 啊 等下好过你中一单啊 你淹在半路啊 啊 啊 一淹下去 就是10千 10多20千不见了的 啊 这个没有保险来跟你给的话 跟你讲啊 你怎样付啊跟你讲啊 现在 经济这么低迷 现在呢是 就是 随便什么地方呢 都是啊 这样子下 九王爷这样的雨下一下呢 也可以淹成这个样子哦 啊 啊 他东西呢 他全部坏了 他没有去做 啊 所以人家就问我们这个 班达来亚DPKL呢 你到底你这一年你做了什么东西 到底你治水 你到底做了什么 因为人家要告了知道吗 啊 要告了突然间他 他出来讲哎哎哎哎哎 做了很多做了很多啊 今天要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 九王爷这关你都不能过啊 啊 九王爷过后还有迪巴瓦利 迪巴瓦利这关你试试看 啊 那马医药学会刚才正式来讲啊 水灾水灾期间大损很多病 OK 因为水灾之后会有一个流行病 他说啊 叫首先呢 你认真考虑清楚啊 啊 医生医不来啊 啊 要说到处水灾呢 到处这个传染病呢 他全部灾民要住学校呢 啊 那个医生医不来 医生先警告的啊 所以这些人家有脑的人呢 已经跟这些没有脑的人呢 讲了这么多次了 啊 希望他们明白啊 那么 今天呢 巫统是坚持要全国大神啊 他已经把那个全国的那些 领袖呢 招来巫统大厦紧急开会 所以刚才呢 那个雷啊 打在那个MDECA E18上面了 天打雷匹啊 啊 那个 真的打在那个E18上面了 啊 现在首相开始讲话很硬了啊 他讲说我要解散就解散 我不用跟任何党讨论的 因为那个丁丁不给吗 义党不给吗 土团不给吗 啊 现在现在马来西亚很简单的 老马也不给吗 所有的党呢 都讲不要大神先 啊 就几个月跟他做完他 现在就只有巫统 一直讲要大神知道吗 所以 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需不需要来爆料一下 那个拉飞机讲一直要爆爆爆 我就等拉飞机爆料 拉飞机还没爆 啊 但是我看我可以先 跟大家爆一点点料了 啊 因为呢 财政部长讲的大马 没有面对经济危机啊 没有面对货币危机啊 好了 答案出来了 啊 现在大家明白什么事情了 现在为什么要急这大神 啊 很简单嘛 他讲没有就是有了 啊 啊 郑克讲的东西 大家你倒访过来看就对了啦 啊 这么多年了 啊 我们节目也做这么久了 大家明白咯 他们讲的东西 倒访过来看就对了咯 他讲没有经济危机 就是有经济危机 他讲没有货币危机 就是有货币危机 事情没有这样简单的 跟你讲 情况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 因为这几天呢 我们纯世界呢 你们在这个油管频道呢 我 因为我每天我在花很多时间去看 我们纯世界华人的这个博主呢 在讲什么东西 啊 所有讲经济的 所有讲金融的博主 现在通通 枪口一致 全部讲同一个东西 就是呢 哈贝斯 啊 现在只是看多坏罢了啊 现在是不是会坏过1998年 2008年 还是 没有2008年那么严重 啊 现在在真的东西是这个 到底是 是不是这么严重 啊 总之呢 坏是肯定已经坏了 所以 接下来几个月啊 啊 因为现在那个 巫统他不急着大损啊 接下来几个月呢 这个经济呢 大概1998年金融风暴 2008年金融风暴 重新出现了 啊 你的巫统啊 你讲还有人头啊 啊 到时候那个 那个通货膨胀呢 他压制不下来了咯 啊 现在呢 还有前个压制啊 到时候啊 怎样控制 一个月比一个月更惨啊 一个月比一个月更严重啊 然后还有 还有 还有国内的本身的问题呢 就是水灾的问题啊 啊 因为呢 去年啊 我们去年年底 水灾到这么严重呢 他到了现在呢 啊 发觉一样东西呢 什么都没有做 没办法 那个船都可以拿来吃进肚子里面 那六艘 六艘船都吃得进肚子 那这个治水的费用难道吃不下吗 啊 船都吃得下 那个 这些啊 挖这些龙钩的那些钱都吃不下啊 啊 这 从去年这个大水灾到现在呢 什么东西都没有做 啊 然后今年的全球气候呢 啊 非常严重啊 那个北极呢 北极现在很热啊 20多度知道吗 20多度那个冰山一直涌啊 那个我们亚洲几个城市呢 那个海平面一直上升啊 啊 啊 有几个城市呢 提早要被淹没啊 啊 所以现在呢 动不动就就下 下的雨呢 都是死无潜力 潜力 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雨啊 啊 然后呢大马呢 这些防洪工程 防水工程呢 通通都没做 我跟你讲 啊 所以呢 一下雨呢 就肯定就是一场大灾难 所以人民呢 听好要自救了 现在没办法 他今天九王爷啊 之前我讲的这关呢 九王爷能不能过关 他现在 证实不能过关 啊 所以今天真的很感谢 这个九王大帝呢 九王爷显灵啊 告诉我们马来西亚 全体同胞啊 啊 快点自救啊 啊 这个不能靠政府啊 政府没有做任何防洪 防洪的那个措施知道吗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九王爷的雨 下一下都变成这个样子 未来呢 接下来只会更多更大的雨 所以叫大家怎么办 啊 你想做经济 啊 你想做生意 啊 下一场雨 哈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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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样子叫大家人民怎样活得下去 啊 他他那时候再大损了 他还会赢啊 啊 啊 救灾都救到来不及啊 啊 他自己不斩都给谁冲走啊 啊 还还讲什么大损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希望这个九王九王爷 传给我们大马 纯体人民的信息呢 大家要看得懂啊 大家要准备 做好今年的 超大型水灾的 这个准备啊 好了 那么 当然 希望希望这个老天爷呢 放过大马 啊 希望这个灾情呢 不要这么严重啊 啊 好了 那么这样子说到这里 那么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